衛福部取消了全國統一的醫療院所掛號費上限 根據地方政府統計 現在包含了新北桃園還有高雄等縣市 已經有醫療院所調整了他們的掛號費 那調整之後費用是落在170元到500元之間 而部分的縣市將會延義是否要延續備查制度 衛福部在4號發公文取消掛號費調整備查制度 代表不受過去門診掛號急診掛號的價格限制 完全交由各個醫療院所根據市場以及營運狀況 來進行費用的調升 而且調升的費用並不需要向各地方衛生局送件備查 根據統計全台六都去年就有475家醫療院所掛號費調整 是歷年來最高 而今年光是到2月中旬就已經有322家調整 而且大多集中在雙北 桃園 台中等 中北部四都 而掛號費調整也引發了許多民間團體的批評 說民眾就醫的權益受損了 恐怕將會進入到無法生病的年代 對此衛福部長薛瑞源今天受訪的時候提出了3點說明 強調醫療院所不至於說會大力的烘牌這個掛號費 因為在台灣的醫療競爭還是相當的激烈 自然會有壓制 當然是 面前是確定的 那我要有三有三有三有關關於報告費這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報告費從民國七十幾年以來 那這個見解都是一樣它是屬於行政費用 那所謂是行政費用不在於這個醫療法的這個管制範圍之內 所以本來要去限制它的這個報告費的上限的話 就比較沒有法律上的依據 那至於醫療院所的經營 面對的不管是土地、租金、水電 或者說這個其他的這種行政上面的這個成本上限 其實跟其他產業是一樣的 所以為了要讓醫療院所能夠保持有一個這個良大品質 比如說他對人員的這個加薪等等 讓這個品質能夠提升 為了要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的話 不宜再有太過僵硬的一個限制在那裡 那醫療院所也不至於說 這一個會就大力的去烘台這個這個課要費 因為事實上是在台灣醫療院所的堅針也是相當激烈的 所以這自然會有一個這個壓制的部分 衛生局要去處理的就是 那他可以要求這些匣內的這些醫療院所 把他的掛號費收費的情形成報上來 那目的就是要第一個 看看是不是有聯合行為 如果有的話那可能就是要 舉報給這個公平會進入去做調查 雖然衛福部長薛瑞元掛報 正說他相信取消這個掛號費上限 但是醫療院所是不會烘台價格的 不過呢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今天也說 其實當時的院長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在這個院會裡面 因此他當時就有下令了 潛櫃福部還有公平會等相關的部會 其實要持續的跟各個地方政府 保持密切的聯繫 要來確認各個醫療院所 他們有沒有聯合烘台的行為 而對此呢胸腔科醫師蘇一峰 他也有出面表示說 掛號費是沒有上限的 其實只是打打假求 很多的醫院更在乎的是民生 哪敢漲價呢 他就在臉書上提到了 快倒閉的醫院診所都不可能漲價自救 沒人選的賠錢科別 也不可能因此變熱門 偏偏不懂的人而已 政府演戲全部都是靠演技的 不過也有網友留言說 這個邏輯不對吧 自認技術好跟病人多的診所 就可以漲價啊 如果因此流失的病人 應該會流到人少 而且不敢漲價的診所 長遠看來是好事 而蘇一峰則回應 你覺得健保點值0.7 掛號費要補多少呢 而且還有很多的醫院 更在乎的是民生 哪敢漲價呢 要漲價的不只是掛號費 因為下個月開始電費也要調漲了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呢 就這個電價調漲的問題 進行了專案報告 而經濟部長王美花就表示 目前經濟部的態度呢 是希望可以爭取到政府的補貼 因為電價對於穩定民生 還有物價都非常重要 電價會怎麼調漲 那這個還是要到那個電價審議會去審 那主要是台電目前的這個財務的狀況 跟為了讓供電的穩定 所以我們優先還是會爭取這個政府的補貼 那另外就是電價的調漲的部分 相關的機制我們過往的調漲 也都是會注意到 除了這個台電的成本之外 那照顧民生 穩定物價 那這一些也都是我們 非常重要的考量一數 電費漲 掛號費也漲 你覺得很痛苦嗎 沒有關係 你的股票可能也漲了 美股呢 在禮拜三的時候是全數收漲 而台股今天早上呢 則是以上漲178.91.1萬 19678.36點開出 漲勢非常的擴大 而且這個指數是大漲了 將近230點 創下了19739點的新高 而台積電也隨著ADR飆高 上漲21元至756元 再創新高價 法人指出 每股 每股AI領頭羊 揮達以及超微的股價都創下新高 再加上台積電 ADR暴漲將近5% 有望帶動指數跳空 創下新高 而台股今天早上 以上漲178.91點 19678.36點開出 漲勢擴大 指數大漲將近230點 創下19739點新高 而台積電也隨著ADR飆高 上漲21元至756元 再創新高價 台積電的股價一路高歌猛進 最高衝到766元 再創歷史新高 截至今天中午12點為止 最新的價格是764元 漲幅將近4個百分點 接著轉換焦點 帶您關注到的是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一名流星女科員 涉嫌和毒蟲男友合作 販售大麻 而且呢 還非常大膽的 選在市府大樓內 公然進行交易 而警方搜索之後 查扣50公克的大麻 而據了解 兩人是坦承持有毒品 不過呢 說只是自用吸食 否認販毒 目前全案 將朝持有販賣二級毒品等 最閒偵辦中 而台北市政府 也將於今天下午 召開考機會 要女科員出席申辯 依法來追究責任 你為什麼要賣大麻 有吸毒嗎 你不知道不能賣嗎 那來有發毒嗎 戴上帽子口罩 把自己包得緊緊 面對記者提問 不發抑鬱 她是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 流星女科員 身為公務人員的她 竟涉嫌販賣毒品 而且交易地點 還在市府大樓內 據了解 台北市警大安分局 日前在臨檢時 意外在一名男子車上 發現大麻 男子坦承才剛買來沒多久 警方便將男子 依持有毒品移送法辦 更溯源查出 販毒的就是在市府任職的 社會局流星女科員 警方確認 毒品交易的聯絡方式 就是流女所有 而交易地點竟然就在 市府大樓內的民眾 洽工區域 整個過程 還都被監視器 清楚地拍下來 專案小組對流女的大膽行徑 也感到不可思議 警方昨日持搜索票與鞠票 將流女攔下 並搜索她的住處 以及在市府內的辦公座位 另外也在流女的周姓男友住處 找到約50公克的大麻 與吸食器具 全男潮持有販賣二級毒品等 最嫌正辦中 據了解 流女和周男坦承持有毒品 但變稱只是自用吸食 否認販毒 警方昨日晚間 將兩人移送台北地檢署 而警方指出 流女社販賣二級毒品 周男社持有轉讓二級毒品 全案市政移民 無積壓必要 俱命交保20萬元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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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事 最好 最好